大家好我是大雷 现在准备去县城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租的门店 然后签个合同 再简单的给他规划一下 这家要着火了 刀鱼拿了 先把货卸下来 现在准备看房子去了 在我大姑家楼下就 现在已经到地方了 这个两个门的就是我租的房子 看看环境 之前这是一个超市 这个是房东 这不是卡的 是咱们的 这是固定死了呗 活的 活的啊 啊 这坐在里面 对里面那种固定的 把他给他坐在里面 看到这屋 挺大吧 这是两个这样的屋 带着两个梯子 都可以上来 二层的 合同 顶分空间也特别的大 合同 对 我这是两个 看看哪个想要去 要先过来在这家里 这已经签完合同了 这两屋租金是一万块钱 然后加上取暖费 和其他的差不多能合五千 就是一年一万五左右 还是比较划算的吧 剩下就是自己规划一下这两屋的格局了 我有一些简单的打算 说说一下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厨房 到这个位置 跟这个墙那儿切齐 在这边放四张办公桌 这么安排放 再前面就是一些展棍 靠这个墙这边 这个位置准备放一个沙发 然后一个小茶几 这样有客人来了 可以在这休息 然后就是这屋 这屋的后面这个位置 准备做一排货架 装货 然后带大包 这边暂时还没有想好做什么 这上面是助人 在家放一些纸壳 清热物品 这还有卫生间 没有热水器 到时候在按个热水器的上面 我准备把这屋作为办公的 这屋作为一个长库 它中间是互通的嘛 展时的格局就是这样定的 当然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装修方案都可以给大雷提一提 大雷会参考的 当然以实惠为主 实惠经济为主 好我是大雷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按关注 谢谢 看看这是谁 很开心吗 这个视频